第三届文文背禁赛以阳明交通大学开发的感测器为感测元件 鼓励参赛师生以此发想 设计结合创意及科技改善生活的AIOT装置 金融市两校共五支队伍全数挺进决赛 把金 银 铜所有的奖项通通报回来 物联网的应用其实现在在智慧居家已经很普遍 那么我们导入到课程里面再把人工智慧加进来 变成了AIOT 我觉得是现在的孩子他们应该可以尝试学习的一个方向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未来 那二星高中这次我们普通科电机科 很多的同学组织的参加了这次的文文杯 很高兴能够拿到了金奖 也拿到了两个铜奖 也验证了孩子其实在AIOT的发展上面 他们有很多的心思跟想法 这是值得去鼓励他们的创造的 荣获金奖的二星高中 航海预售船上防运装置 延续之前金奖高龄长照智慧平衡轮椅的发下 解决大多数民众出海会晕船的困扰 很开心我们这次可以拿到这个文文杯的金奖 然后我们这次设计的作品 我们是希望因为基隆是一个海洋城市 我们从小就看到很多的船进进出出 那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有晕船的这项情况 我们就希望用这个作品来改善大家运船的情况 让大家更乐意去搭船只 然后也可以让这个搭船的文化发展出去 还有两个铜奖也是由二星高中获得 地震感测及桥梁感测 展现学子的逻辑思考能力及团队合作力 我们主要做这个作品的目的是 为了要侦测桥梁的安全机构问题 然后确保桥梁不会有倒塌的问题 当地震发生时就只有我们收到的简讯 但我们就透过这个波形呢 就能让民众知道说什么时候可以逃亡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去避难 地震是几级 然后会有相对的波形 然后告诉他们说 主阵已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避难了 今年金融高中组参赛队伍 在文文杯全数获奖 对教育工作者来说相当令人振奋 AIOC赛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